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 你好 这个录音是献给平凡的一个孩子 也就是爸爸对儿子说的话 我们从一开始 每件事情从一开始 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很委屈 很无奈 今天只是分享一的故事 一 你是一个被爱的人 你无论面对什么问题 你所面对的委屈 面对现实的不满 可能你努力过 希望我这一段话能够鼓励你 能够给你再次站起来 一步一步 永不放弃 因为活着就有希望 从一开始 从你学习 你面对追求的梦想 你面对金钱地位 都有不同的问题 全部都是有机会 同样的 感谢观看